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抱着一个梦想 一个保留台湾传统美食的愿望 他们要用新世代的创意 从餐饮馆里学到的经验 以及年轻无敌的热情 穿梭在大街小巷里改造老店 小小办公室得来不易 因为初期创业没有足够资本 而去外面租大的办公室 一步一步我们正在实现我们的梦想 汤威达 台客之子 就读餐饮博士的他 用融合了闽南人与客家人的独特口味 将自驾经营十多年的铁板商老店 注入创新的生命力 我们要传承台湾的美食 还有推广台湾的美食 慢慢发现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文化 文化是它的根本 不要让这些文化 就是就消失去了 我们可以去再次把它们 再次的行销推广出去 你把所有的地方的我们去竞争的分析 都列给他看 刚好说现在市场已经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好 开完会议 骑着车 汤威达和伙伴们 来到名声席路的一间老西餐厅 准备提出刚出炉的改造计划 三十多年前想吃到高级西餐 只有在大道成的这一代 三十多年后 老西餐厅美味依旧 生意却逐渐下滑 客人不再上门 造成老店凋理的原因究竟出在哪 汤威达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说动了老板娘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真的懂吃的人 没那么多 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那我呢 只抓住那百分之五的胃 我这百分之五一直在流失掉 我忘记那个百分之九十五的客源 那我现在他给我这个 是非常大的启示 因为我忽略了百分之九十五的 这些年轻族群 甚至一些没有尝试过 像我们台湾市西餐厅的这些族群 我一直疏忽到这一块 所以他给我的这个 这个的建议是我 一直让我们一直想很久 之所以会信任威达 是因为见证了他成功抢救自家老店的生意 帕威达靠着灯光和花布 营造气氛 用铁板烧出融合敏克口味的菜色 不仅让快要关闭的老店彻底改头换面 甚至找回了用餐人潮 几乎天天客满 铁板烧我觉得是一个很具有代表台湾人味道的一个象征 以往的铁板烧它可能就是用高级的牛排 或者是鹅干酱啊 干贝啊龙虾 但是只有台湾发展出这样的平价的铁板烧 所以在比较夜市或者是平价的这种做法都是比较骨骑啊 骨骑就是比较快速 不让你可以立即享用到这样的美味 刚开始平价花的铁板烧 顶多就是黑胡椒酱 然后葱 洋葱 没有了 我爸爸会加一些菜叉 就是配菜叉的调节 去让每道菜展现出它另外一种风暴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铁板烧 跟其他铁板烧比起来的话算是很不一样 而且菜色方面也很比较新奇 而且它有加入文化的特色进去 铁板烧是一种将新鲜食材热炒上菜的烘热方式 也是一道没有阶级上下之分的料理 它可以吃得很高贵 也可以吃得很随性 就看理解的食材是什么样的等级 吃过铁板烧的人都知道 牛排 鱈鱼 豆芽菜 是闭着眼都会点的菜色 但在宁家夜市的这一头 却有这样一间与众不同的铁板烧 铁板上整快活炒熟的 是板条 鱼蛋 还有猪血糕 他们家的铁铲 把台客的文化炒了进去 当时就是用我爸爸米南人 跟我妈妈客家人的这个议题来做行销 用台的食材跟客的食材 融入在铁板烧里 例如说吉米丝木鱼里面 就是用台南的丝木鱼 加上客家的鸡酱 用台湾的丝木鱼 煎成金黄色 然后再去沾上客家的鸡酱 它也象征一个台客的结合 就像我爸妈当时在这种台客 我们爷爷奶奶反对的那个年代当中 还可以这样辛苦 但却甜蜜的另外一车 不过现在看来生意兴隆的铁板烧店 其实曾经面临即将倒闭的危机 几年前一场金融大海啸 店面的生意一路欠账 这台拉拔自己一路念到博士的铁板摊车 再不想办法可能会从此消失 读了那么多书 现在该是回馈的时候了 为什么会想要做改变 因为最大的限制就是 生意很不好 然后看我妈妈每天都 为钱烦恼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要学自由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念这个 餐饮管理嘛 那我希望可以把他所学去做实践 自己家里有一个去实现的机会的话 那当然很好 那我就想要把它做一个实践 对 也希望验证看看说 到底所学的专业是不是有用的 那也不希望一个这样的老店就 就这样没有了 对 因为到外地啊 或者是念书啊 这些经费都是靠那一台铁板烧的这个 摊车 操出来的 经营了十多年的铁板老店 必须改头换面 还是得从食材口味上下手 要和传统平价铁板烧有所区隔 就必须加入不同的食材 潘威达想到 或许可以将代表父母闽客联姻的香烟滋味 放进新的菜单当中 一开始就是用那个丝木鱼嘛 丝木鱼跟客家鸡酱做结合 后来就是慢慢导入这些菜系之后 也不是说突然做改变 那原本的味道是没有变的 像我爸爸的家传的铁板酱嘛 然后这个BBQ的酱油 这个传统味道是要守住 不能做改变 但是其他在很多地方 可以做创新 稍微让一些新的元素进来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客人是说比较精致 跟以前在路边摊的时候吃起来 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有比较细腻这样子 质感比较好 就有些感觉起来还蛮特别 总会这样子煮 就感觉好像在别的地方吃不到 所以想先来尝试一下 它新推出的是双连蛋糕 是萝卜糕跟那个猪蜜糕的 它把它炒在一起 味道还蛮特别 口味质感提升了 又加入了父母相宴的创业故事 全新的铁板糟引起了讨论 经常有客人指定要来尝鲜 威达于是将创新的菜色 放进了正式的菜单当中 那我们就是一道一道的台客的料理 就是一道一道上 这一道是当时比赛的台客料理有得奖的其中一道菜 叫吉米丝木鱼 那就是用台客的文化融入铁板烧的料理 那这道菜的特色就是因为这个丝木鱼呢 它是属于我们闽南人常用的一个食材 因为我爸爸是闽南人 所以我就选用闽南的这个食材 那我妈妈是客家人 那当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就是附上旁边会附上一个客家的吉匠 那客家的吉匠呢 是客家人常用的一个佐料 所以当我们的丝木鱼 然后沾上了客家的吉匠之后呢 就像是这个我爸爸妈妈一样 台客恋人的香荣 那就是闽南丝木鱼配上客家吉匠这样 当樱桃鸭碰上了红糟 就也是象征了台客的融合 台客文化台客铁板烧 那这道菜也是当初去比赛 拿到全国第一名的文化创业的料理 有时候吃东西 要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了解它的文化之后 你会觉得 你吃东西不是只有嘴巴吃到 你心也吃到了 这个是很重要 当你吃到东西 吃到内心里的时候 更胜于你嘴巴的咀嚼 我们去强调它的文化的那个意义 客人也许能够接受新口味 但父亲却大为光火 对潘爸爸来说炒了十多年的传统铁板烧 一下子就来个大改变 又是菜色又是装潢又要花钱 而且卖的还是不熟悉的全新食材 担心一向坚持的老味道 会不会从此变了样 刚开始当然不愿意 他们比较传统也比较保守 他们会认为说 我都做十多年了 你这个小毛头 小孩子 人家在那边跟我讲说 要怎么改怎么改 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相信你呢 那时候我们不懂 我跟他爸爸就是顾着说 就顾三餐嘛 没有想那么远 他之前都藏起来说 要改变要怎样怎样 因为我们比较传统嘛 我们这种年代的人 对不对 想说哪有想那么简单 你念书是一些理论 实质上你本身没有接触到 这个现实的社会 对不对 他爸爸比较不认同 起见我很缓罪 潘府旺 台客之父 他独创融合铭客口味的铁板酱料 象征当时他辛苦的时空背景里 不顾双方家庭反对 勇敢相恋的滋味 因为我是说 你书读那么高 全部都是理论 我这十做 最起码十五年以上 我的经验会输你们理论吗 我这个是实战的经验 减证 险 种种 我都要比例要控制得很好 你虽然读到博士 我虽然有认同你 但是我还是没有百分之百肯定 他说你炒铁板炒 炒一些有的没的干嘛 他说你搞好你的外场就好 你跑来弄到我的那个 厨房的东西干嘛 他说你那个味道 你要搞味道 你跟我比还差得远 就是会有类似这样子 副脂情结嘛 他会觉得说 酱料都是我在煮啊 很多味道都是我在控制啊 你现在给我弄一些奇怪怪的菜色干什么 他会觉得小孩子在玩游戏那种感觉 然后我跟几个台大的同学在那边吃菜的时候 他就会冲出来 就会骂 大骂 然后也至少不给我命 那些同学们也都会吓到 我看到很难过 一边是儿子一边是先生 看也不是为了那种小事情对不对 在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很难过 一边是为了改变菜单而大发雷霆的丈夫 另一边是坚持再不改变就会倒店的儿子 帮哪边说话都不对 妈妈的为难 其实薇达心里都明白 也知道要说服他们不容易 但生意已经越来越坏 要抢救老店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当时的意识到就是你待不动 这间店就没了 所以就一然决然的咬了牙还是要去做 在我能做的范围内 我就尽可能的去做 对 即使家里没有钱 即使我也没有钱 我就在博士班去大专院校兼课 每个月领的几千块 一万多块 我就拿来做电影的改变 一个月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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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其实客人都有看到 那也一方面是 我们自己做了很多的改变 不是只有装潢 我们在食材上的品质 在我们的卫生 在我们的形象 已经不是路边摊了 对 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个很 客人很平价 很精细的方式吃到 台湾的美味 台湾的这个 在地的铁板烧 在没有很多经费的状况下 潘威达开始着手抢救自己家的老店 虽然过程面临许多困难 但最棘手的还是父子间沟通的问题 冲突事件几乎天天上演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针 有很多那个投射针 因为我觉得餐厅要有一些氛围 那你要菜色要照下去要漂亮 就拍一些投射针 然后那个时候 父亲就会一直把他关掉 就认为说那个 他的店有很多 我去开他就跑去关 然后后来就是喝音味道不高兴 当时在装潢或是在这个历程当中 我看来到他们的就是那种期待 又怕受伤害的那种心情 装潢的每一天 我爸爸都骑得比 比任何人都还要早 都会在那边监工 看得出他很紧张 他也看得出他很期待 当然初期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但是他大家都很努力的去做 要摆脱夜市铁板烧 便宜装潢的刻板印象 整体用餐环境 就要引到和以往不同的氛围 潘维达想到了之前学到的理论 要营造气氛 必须从细节做起 于是他开始自出寻找 那画武手为神奇的重要元素 就是会自己来 迪化街这边找布行 要那个我想要的一些 画布的元素这样子 因为画布代表是一个台湾的意象 然后想说把这个 变成一个文化的元素 用在店里的一些包装上面 冬天会比较冷嘛 所以我们就会去用暖色系 就是用红色的 红色的这个客家滑布 那让客人走进来会觉得比较暖和 那如果说是夏天就比较热 可是如果红色的大滑布 会让人家比较早 所以我们就在换成 水蓝色这个油桶花的滑布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着季节做改变 像心情 员工的心情会不一样 那客人的心情也会觉得 诶 换了一个氛围这样 来一张前没有特别注意 改装后比较容易 在夜市里面有这么好的口味 不简单 漂亮味道非常好 这算是我固定会吃的餐厅之一 所以我通常一两个礼拜 主导会来吃 我觉得他们蛮有心的 期待改善生意的心情 一家人都是一样的 但没看到成果之前 潘家良老始终无法完全放心 让他去发挥 要取得父母的认可 潘威达一直在找寻着机会 刚好清府会正举办一次 辅导创业的比赛 他就将父母的故事作为发想 研发融合敏科文化的新菜色去比赛 这一次 把冠军奖杯抱了回来 也让良老开始相信 这孩子也许真的有让老练 注入新生命的能力 我也是历经了七八年的这种 努力 就是去坚持 我说很多很多地方要改变 然后 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 那到放弃 不敢回家吧 因为一看到就头很痛 然后到 后来看到 父母都身体不好 然后觉得还是 还是能帮就还是帮 然后到后来 就真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历程 于是就参加了一个 清武会的元香时尚的比赛 然后开启了这个 改革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宗旨 用在 抢救老天大座三 就直接用在我们店 那起先我想说哪有那么简单 比赛得奖以后 你想想看得奖就是等于是 别人都认同他 不然自己父母认同他 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儿子得第一名 后来我才肯定说 好 只要你的创意 你的构想 那爸爸就全力支持你 经过我儿子建议 店面串心改造 用花钱下去整修 把客家元素加进来 听良心说生意有比较好 比较进步 像我们那个店主板 那几个新的 他都是他自己自创的 坦白讲 比我们预期的 还来的 对 对 我们听到说 早上有吃铁板 所以还要排队的 效果出来就是答案 得到了第一名的肯定 无疑是为抢救老天的目标 打了一记强心针 但得到父母的认同 才真正让潘威达 找回自信 一直笑称自己是 台客之子的他 让台湾和客家 两种菜系 在铁板上上演族群融合 而这一道道拿回大奖的 台客创意料理 现在也成为店内 新的精神象征 我们的这个板条呢 代表了客家人的文化 那另外一个敏的文化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豆腐乳 豆腐乳酱 那豆腐乳酱呢 是一般敏南人在吃早餐 清兽小菜的时候 常用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们就用豆腐乳的味道 当成板条的基底 因为板条是柔的 所以我们就加了银芽 银芽吃起来是脆的 所以让它的味道有 诶 层次一点 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出现了 我们叫做老油条 板条是柔的 加上银芽跟老油条的脆 这个时候你吃的时候呢 就会有三个层次的层次感 就是充分融合在板条里面 也象征着台客恋人 纠结在一起 离不开的那种味道 这道菜叫双连蛋糕 客家萝卜糕 配上台式的米血糕 双蛋双膏 双膏就是萝卜糕跟米血糕 双蛋呢就是皮蛋跟咸蛋 客家萝卜糕它白色的 它在铁板上间的会变焦黑 可是台式米血糕 它在铁板上间的 它的表皮却会反白 这个咸蛋呢它的白色 在铁板上间的会变黑 可是皮蛋比较特别 皮蛋瘦了后表皮会变白 所以黑变白白变黑 象征着台客文化的融合 因为咸蛋是代表客家 皮蛋又代表皮蛋豆腐嘛 台湾人常吃的 所以说这道菜也是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台客铁板烧的 一个特色的料理 如果说一道料理要具备灵魂 最基本的调味就是成功的关键 18年来潘爸爸总是亲自调整每天的味道 说起这酱料的美味逆诀 潘爸说这是店内的最高机密 酱汁要用新鲜的蔬果熬煮当基底 依照天后的不同 火候也有不同的控制 一项又一项的坚持 就像是潘爸的脾气一般 说不外传就不外传 我还是坚持要自己花很多个小时去熬煮 他也不轻手我也不轻手我弟弟 就是很坚持那个传统味道要自己做 外面我都不管 我只管厨房煮的部分 这一锅铁板酱有差不多15种配料 我坚持汤、饮料、BBQ、酱料 通通我自己亲自下手煮 我要煮的话都是天天新鲜的 而且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 我要煮给客人吃 就好像煮给我自己吃 这家店会成功也是这个酱料跟BBQ 这个酱料就要决定相连这个品牌 我们的logo是两个铲子 两个铲子缺一不可 第二个铲子是没办法炒出好味道 你一定要两个一对 就是象征台客猎人我爸爸妈妈 酱料也是一对 你有铁板酱没有用 你有BBQ酥也不足够呈现美味 所以你一定要两个融合在一起 你才会有我们的好味道 用创新大胆的包装 搭配基本不便的调味 融合传统与创新 是潘卫达改造老店的根本理念 他说虽然老店的外表要不断创新 但内心那最重要文化的根一定要好好的保留 老店需要注入心血 但不能将最根本的记忆给磨灭了 一直对传承美食文化有着强烈使命感的潘卫达 除了成功让自家铁板创老店起死回生 现在更步上另一个阶段 开始把自己的经验转化成力量 帮助更多的老店 然而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父子间的冲突 没钱状况时的苦恼 等待客人上门的忧虑 一起陪伴他打兵的女友最能感同身受 而从反对到默默支持的父亲 也开始为这个博士儿子感到光荣 儿子再进步 爸爸不进步怎么可以 儿子已经爬到五楼了 我们爸爸妈妈没有随着儿子进步不行 虽然以他为荣 但是呢 现在只是初步而已 那其实他 他的辛苦我也都看得到 然后 然后 就是他真的很用心在做每一件事 老店改造的路途 也许才刚起步而已 但这对父子间彼此牵连的情感 却早就开始 铁板上炒猪的 或许是潘爸爸潘妈妈 勇敢相爱的前面故事 但现在为这间老店注入新生命的 却是这对敏克项链的爱情结晶 看着父母从保守传统到途部接受改变 潘威达其实心里想的是辛苦的男老 现在终于有机会喘口气 不用再愁容满面的胃前心烦 而属于潘家人的台客味道 也将会香气连连继续流传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